新手媽咪昆凌 今天現身麥當勞叔叔之家公益活動 現場製作義大利麵 為遠地就醫的孩子加油打氣 其實今天參加這個活動 我其實非常有意義 因為我覺得自從當媽媽後 對小孩子心裡就有很多的負擔 覺得對於小孩的問題 父母一定就是很著急 然後就是會自己給自己壓力很大 所以我相信在更重大 就是有病的小朋友們 他們的父母一定壓力更大 然後要走過的更艱辛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想要幫助他們 然後希望可以讓他們的朋友聊聊天 然後希望可以給他們勇氣跟力量 看來昆凌熟練製作義大利麵的身影 也讓人好奇 這位巧手媽咪的拿手菜 究竟是什麼呢 拿手菜就是南瓜中跟檸檬魚 對 因為我覺得南瓜中是很方便 因為大人吃也好吃 然後小孩吃也方便 然後這是一個一舉兩的一道菜 這一年來都是以寶寶的食物為主 對 所以就是小孩的食物剩下周邊的就是換我們吃 所以沒有很久沒有認真做一道菜了 另外充滿母愛的昆凌 也分享自己的育兒經驗 寶寶每天都不一樣 然後每天都有新的進展 對 所以他最近給你一些驚喜的是什麼 他最近他最近就是自己會開始站起來 就是不用扶東西然後開始站起來 然後會開始講一些 像Nene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他好可愛喔 每天都不一樣 所以他會這樣保證嗎 他會可是他不太知道是誰 對 對 不知道你有新聞網採訪報導 對 不知道 別人 會 呃